第231章 你就羡慕嫉妒吧 江佑宁文言笑出来 那倒不至于 我还是睡得住 就是不敢生 都说临时抱佛脚 不到临时 都会凭长心对待 谢景叹息一声 那你怎么办 江佑宁耸耸肩 凉拌呗 聊了一会 江佑宁的手也不抖了 谢景搂着他在床上躺下来 并安抚道 不用想那些 江佑宁点点头 我不想 这一觉江佑宁睡得有些不踏实 他好像做梦了 梦见自己生了十个孩子 十个孩子找他要喝奶 然后就被吓醒了 醒来时 天色大亮 江佑宁愣了一下 回想自己的梦 却想不起来 用过早膳 谢景带着江佑宁去看望娘 掀开厚重的帘子进去时 就看见娘坐在床头 头上裹着包巾 脸色还有些白 经历生产后 气色也差了很多 此刻坐在那里 嘴角擒着笑 姐儿 你来瞧瞧你弟弟 嗯 谢景缓步来到床边 就看见娘的身边 躺着一个奶娃娃 小脸有些红 正闭着眼睛睡觉 江佑宁也凑过来 看着小叔 这磨小的小叔 等他长大了 他喊小叔感觉怪怪的 他抬起头望向谢叔叔 娘 生孩子很疼吧 谢素素笑着道 那是自然 不过 熬过来就好了 看见孩子那刻 就觉得什么都值得了 江佑宁又望向小叔 也不知道是不是值得 有人在看他 他撇撇嘴 然后哇的一声就哭了 小叔他怎么哭了 是不是被我吓到了 顾长玉这时走过来 看着素素怀里的小家伙 打算抱起来轰轰 却被谢素素制止了 他一定是饿了 我为他吃鲜奶就好了 顾长玉文言这才知道 儿子是饿了 谢静宇江佑宁 很有默契地 从里屋走出来 谢静 小叔好小 谢静皱了眉道 才多大 喊什么小叔 喊名字 江佑宁也觉得 喊小叔别扭 那你知道 小叔叫什么名字吗 谢静文言顿了顿 他当然不知道 顾长玉这时走出来 笑住道 你弟弟的名字 我与你娘已经想好了 叫顾泽婷 谢静觉得 这名字不错 江佑宁问 有辱名吗 顾长玉道 辱名还没娶 待会让你娘娶吧 看完小说 谢静与江佑宁就回去了 坐月子的人需要休息 乃娃娃需要睡觉 即便不舍得走 顾长玉也要赶人了 回来后 江佑宁看现 江七白坐在廊下喝茶 他笑着走过来 大哥 娘生了一个儿子 我刚刚瞧现了 粉嫩嫩的 特别可爱 江七白喝着茶 抬眸瞧着妹妹 一脸兴奋的样子 笑着打趣 那你也给大哥 生个外甥女 江佑宁闻言撇撇嘴 生一个也没问题 就是太疼了 若是有无痛就好了 江七白闻言 喝茶的动作一顿 确实 古代没有无痛 妹妹怕疼 生孩子 确实太难了 她也不再说 妹妹愿意生就生 不愿意 她也无所谓 谢素素坐月子期间 江佑宁都会去看看小叔子 刚开始连眼睛都睁不开 这几天 发现小家伙的眼睛睁开了 又大又圆 向谢素素 谢素素 现江佑宁喜欢孩子 笑着道 这魔喜欢 赶紧生一个 江佑宁一边逗弄着小叔子 一边道 是有这个想法 只是生孩子太疼了 我怕 谢素素是过来人 自然知道 江佑宁嘴里说的 怕是什么意思 害怕很正常 不过 生孩子都要经历这些 没办法 若是能多运动 应该好生一些 江佑宁也听说过多运动 生产就莫痛 可他这磨懒 运动是不可能的 他的运动量 也就谢锦每日 待他运动 运动量好像也不低 江佑宁看完小叔子 就出去了 不能打扰娘谢谢 因为谢锦 还有要是在身 不能等到 弟弟的满月酒 就提前离开 谢素素 很舍不得儿子 只是儿子是将决 不能长伴膝下 临走前嘱咐他 你要保重身体 万事别逞强 你也是有家事的人了 做事前都要想想阿宁 谢锦都一一硬下来了 准备好后 谢锦与江佑宁等人上了马车 江佑宁感觉自己错失了 吃小叔子的满月酒 就好像错失了什么重要的事一样 他叹息一声 一声就一次满月酒 错过了 错过了 谢锦闻言无奈地道 你除了吃就是吃 满月酒而已 江佑宁抬着下巴道 你是不懂错过满月酒 是一件多么可惜的事 谢锦的却不懂 满月酒有什么好 不都是一起吃饭 江佑宁随即又笑着道 不过没关系 回精灵还是有满月酒吃的 谢锦知道他嘴里的满月酒 是谁的 静王飞与世子飞 此时将军府内 南眠眠依旧是个新婚小娘子 将军不再服脸 冷消就会变得很清闲 其实这次去洛阳 按理来说 冷消是要跟着去的 只是 谢锦没让冷消跟着 而是说他新婚不久 不宜与媳妇分开太久 冷消就这样 被谢锦给撇下了 冷消感觉自己怎么成亲 就被将军给扔了 这几日 心情都不怎么好 不过到晚上 看现新婚媳妇 他又眼热心疼跳的 开婚后的她 发现自己变得有些不正常了 以前他绝不会 看现女人 就会往那方面想 现在 看现南眠眠 一脸娇羞的样子 他就热得厉害 根本就控制不住自己 连续过了好几天 冷消觉得 将军是为了他好 而不是把他给扔了 不然 与媳妇分开这抹酒 他真的会想 今日阳光明媚 柳条发出了嫩牙 南眠眠搂着冷消的手臂 在花园里散步 这才是他理想中的婚后生活 比理想中还要好 没有一堆糟心的事 也没有 轴里间的明争暗斗 日子就是这么简单充实 夫君 咱们中午吃烤兔子吧 你去抓兔子 我找春桃帮忙烤着吃 媳妇要吃烤兔子 冷消自然要满足 再说 抓兔子 对他来说 一点也不难 嗯 嗯 我现在就去抓 冷消走后 南眠眠就去找春桃 等踏进灵溪院 就看现春桃坐在院子里绣花 他嘴角擒着笑走过去 春桃 春桃文言抬起头 看现南眠眠来了 之前 南眠眠嫁给将军 他还是挺讨厌南眠眠的 现在 南眠眠 又嫁给了冷消 成了冷夫人 他好也就没那么讨厌了 冷夫人有事 南眠眠笑着道 我让冷消去抓兔子 午膳 我想让你帮忙烤兔子 大家一起吃 怎么样 春桃文言也莫拒绝 不过是顺手人情的事 这会南眠眠还让他跟着一起吃 就更没有拒绝的理由了 莫问题 我烤过好几次 还是会些的 南眠眠知道春桃在谦虚 他可是吃过春桃烤的兔子 很好吃 那行 你先忙着 回头兔子抓回来了 我再让人喊你 南眠眠走后 春桃也莫闲住 吃烤兔子 光吃兔子 可是会腻的 他去准备一些卷饼黄瓜什么的 南眠眠从临西院出来 穿过长廊时 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 他定眼瞧了一会 发现真是杜惠兰 他还有脸来将军服 这脸皮厚的 都能成墙了 南眠眠向来与杜惠兰不对付 这回看见杜惠兰自然要去会会 他甩着手帕走过去 杜惠兰今日就是来找南眠眠的 看见他朝这边走来 他笑意盈盈地迎上去 哟 这不是冷夫人吗 有些日子不见 当刮目相看 冷夫人三个字 咬字极重 嘲讽意味很浓 南眠眠本就是对人高手 这话一听就听出了重点 他不在意地笑了笑 是啊 我现在是冷夫人了 嫁给自己喜欢 也喜欢自己的男人 那感觉与从前啊 就是不一样 杜惠兰文言笑出声 嫁给一个小小的护卫 还这魔得意 我看 你是有苦说不出吧 这里又魔外人 想哭便哭吧 南眠眠翻了翻白眼 没见过如此自以为式的人 要让你失望了 我现在高兴得很 夫妻和睦 恩爱非常 冷霄也是把我放在心肩上的 我让他往东 他绝不敢往西 我让他往西 他绝不敢往东 有这般疼爱自己的夫君 我笑都来不及 为何要哭 杜惠兰才不信南眠眠的话 不过是为了面子而已 就在这时 冷霄抓着兔子回来 远远地看见南眠眠与杜惠兰 他大步走过来 眠眠 兔子我抓回来了 南眠眠看见冷霄回来了 他笑住道 你先去把兔子处理一下 然后七杯茶过来 来客人了 好 冷霄想没想 就应了一声 提着兔子往回走 杜惠兰瞧着如此听话的冷霄 心里哼了一声 不过是一个护卫而已 听话不是很正常 没过一会 冷霄端着茶水走过来 放在一旁的桌子上 南眠眠勾起唇脚 忽然脚一软 整个人都下去 冷霄眼疾手快地伸手接住南眠眠 担忧地问 绵绵 你没事吧 南眠眠借势摟着冷霄的手臂 软住嗓音道 夫君 我脚疼 难道是扭伤了 我带你去找大夫 冷霄打横抱起他 不忘对杜惠兰道 刘夫人 失陪了啦 冷霄说完 抱着南眠眠大步朝房间跑去 没一会便莫隐了 杜惠兰待在原地 看着冷霄抱着 南眠眠飞快跑起来 他又挣了一会 似乎有些不敢相信 冷霄会带南眠眠正魔吼 他不也是二驾 冷霄都不嫌弃他 冷霄抱着南眠眠 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屋里 扭头吩咐道 绣和 你去喊大夫 绣和闻言 就要跑出去 被南眠眠给叫住了 不用了 我这会脚不怎么疼了 冷霄却道 那也要大夫来瞧瞧才放心 南眠眠揉了揉自己的脚踝 看着冷霄道 夫君 你看 已经不怎么疼了 刚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我给你看看 冷霄不放心地 在南眠眠面前蹲下来 手掌脱起他的绣花鞋 然后脱下来 放在一旁 随后一缓慢的速度 解开袜子 南眠眠看着冷霄的举动 忍着没笑出来 刚才他不过是装的 脚踝一点也不疼 冷霄这小心翼翼的举动 让他心虚 不该骗他 等袜子脱下来后 冷霄看着他白皙的脚踝 表面上并没受伤的痕迹 修长的手指动作轻柔地揉捏着 每捏一下就会问一句 疼吗 南眠眠摇摇头 不疼 冷霄这才放下心来 刚才吓到我了 他又缓缓帮他把袜子穿上 接着是绣花鞋 南眠眠听后 有些心虚 伸出手臂去搂冷霄的脖梗 澄清有些日子了 起初他还不好意思 这回搂搂抱抱到不觉得有什么 冷霄下意识抬起头 南眠眠见了 主动吻上他的唇 让冷霄这么正 袖和见状 脸一红 忙退出去 还不忘关上门 冷霄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后 主动去吻他 吻着吻着两人就滚到床上 南眠眠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这才反应过来 冷霄要做什么 他起初可没这个意思 冷霄再次吻上来时 南眠眠还没忘 冷霄 烤兔子 烤兔子 兔子等下再烤 冷霄说着 大手一挥 床脉被拉了起来 过了许久 冷霄才松开他 下次 别撩我了 南眠眠欲哭无泪 他真的没那个意思 只不过现在 烤兔子 才是最重要的事 南眠眠吩咐秀和 去喊春桃 两人待在一起 温存了一回 这才穿衣起床 午膳如愿吃到 烤兔子的南眠眠 感觉今天一天特别充实 嗯 晚上也很充实 冷霄都不给他 休息的时间 谢景宇 江又宁一行人 回到将军府后 忽然就热闹起来 萧玉就差带着媳妇 住进将军府 三天两头来蹭饭 南眠眠 也时不时来 灵溪院串门子 谢景每次回来 好像都能看见南眠眠 他忽然想明白 冷霄不愿意搬出去的原因 是方便南眠眠来串门子 谢景的伤势 也养得差不多 每日都是早出晚归 江又宁的灵溪院 依旧热闹 说话有人陪 吃饭有人陪 对了 睡觉也有人陪 第二百三十二章 男人三天不管 上房接瓦 阳春三月 春暖花开 江又宁看着来蹭饭的几个人 已经习惯了 萧玉 你母妃是不是要生了 萧玉吃着碗里的饭 抽空回到 嗯 就在这几天了 他说完 低头望向楚庆的肚子 又长大了不少 过不了多久 也要临盆了 江又宁感觉自己又有了盼头 萧玉夹了一块豆腐 视线望向江又宁的肚子 忍不住问 你还没动静呢 我还等着你的娃 和我的娃青梅竹马呢 差太多了不好 江又宁 饭也堵不住你这张嘴 楚庆夹了一块豆腐 放进他碗里 吃你的饭 话真多 萧玉笑了笑 我在活跃气氛 不需要 江又宁说完 低头继续吃饭 难免免咬了一口鸡翅 怕什么 我也没动静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怀上 难免免说完 叹息一声 继续咬鸡翅 江又宁温声安慰道 末世 慢慢来 这是急不来 算了 先吃饱再说吧 难免免这会 也顾不上其他的 面前的美食 才是最重要的 江又宁用力点头赞同 没错 晚上 南绵绵躺在床上等着冷霄回来 等得快睡住时 冷霄才迟迟而归 等他沐浴完上床 刚躺下来 南绵绵就窝进他怀里 抬起头看着冷霄 我们诚情好长一段时间了 我怎么还没预写 冷霄文言明显一愣 他压根还没想到这个问题 这会南绵绵提起来 他才想起孩子 我也不懂 慢慢来 不着急 南绵绵闻言在他怀里坐起身 很认真地道 怎么能不着急呢 冷霄有些猛 我应该着急 南绵绵反问 你难道不想升级当爹吗 冷霄以前还真没想过当爹 成亲以后 他想过最多的就是 怕是南绵绵跟着他吃苦 现在提起来 他好像不是很期待 但也有些期待 嗯 有点期待 南绵绵顺势搂着他的脖子 我期待当娘 期待咱们的宝贝来 这样 我们就是幸福的一家三口 冷霄文言觉得一家三口也不错 那就努力生一个 南绵绵笑着点点头 嗯 灵溪院内 灯火通明 谢景忙了一整天 回到将军府 第一时间就来到灵溪院 这是他忙碌一天 最期待的一件事 回家抱媳妇睡觉 江又宁这回一家 躺在床上昏昏欲睡 谢景来到床边 看见江又宁已经睡了 他在床边坐下来 伸手捏了捏他巴掌大的小脸 最后幼默忍住低头去吻他 江又宁感觉自己像溺水的鱼 有些喘不过气来 挣扎许久 猛地睁开眼睛 就看现一张放大的俊脸 以及一股子汗臭味 不用问也知道 是从谢景身上传来的 他每日在军营里 训练强度很大 衣服都被汗水给浸透了 再经过太阳暴晒 肯定是有味道的 江又宁发现 自己的嗅觉变得 灵敏起来 他伸手去推谢景 奈何谢景的力道太大 像堵墙一样 就在他快喘不过气来时 谢景松开了他 江又宁喘了两口气 看现坐在床边的谢景 顿时脸黑下来 你怎么又不沐浴后 再坐在床上 你身上 肯定沾了很多灰尘 把床都弄脏了 谢景低头看着床 又看着自己的衣服 在外面 沾灰尘再正常不过 他抬起头望向江又宁 只见他一脸嫌弃 我这一天都在外面 想你了才会如此 明日让春桃洗洗就好了 江又宁觉得 谢景这席 灌该改改 不能灌着 那不行 你再这样 我就不给你亲了 不给我亲 你还想给谁亲 谢景大手扣着他的脖子 低头又吻上去 江又宁 果然 男人三天不管 上方接瓦 无视他威胁的话 谢景吻了一会 这才松开他 你是我媳妇 只能给我亲 江又宁推了他一把 去沐浴洗头 谢景敏下唇 还是起身走出去 江又宁见谢景走了 这才从床上爬起来 穿上鞋子 来到门口 把门栓栓上 我就不信 改不掉你这坏习惯 江又宁哼了一声 转身回到床上继续睡觉 谢景沐浴回来时 推了一下门 发现莫推开 他又用力推了一下 咔嚓 门栓被谢景给推断了 江又宁刚睡着 听见咔嚓一声响 猛地睁开眼睛 他迷迷糊糊地坐起身 还会看清什么情况 就被抱进温热的胸膛 他愣了一下 瞌睡虫跑了一大半 抬起头就看现谢景那张军脸 正看着他 眼底有黑 你怎么进来了 他记得把门栓栓起来了 还栓了两道 谢景哼了一声 那门栓栓不住 江又宁 败家子 还得意上了 谢景这几日忙得很 很久没有媳妇温存了 这慧娇妻在怀 他哪里忍得住 他低头便稳住他的唇 不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 江又宁有点招架不住 他还没和谢景算账呢 他就问他 圆房这么久 谢景太了解他了 没意会 怀里的人变软了身子 江又宁临睡前 还在想 到底是他找他算账 还是他找他算账 次日 谢景神清气爽地去军营 江又宁躺在床上 一直到日上三杆才行 等醒来看着床顶 狠狠地想 谢景越来越不把他当回事了 他明明是要和他算账的 结果 反倒是他折腾他 不行 在这磨下去 他真的是一点地位都没有了 春桃进来喊姑娘起来用早膳时 就听见磨牙的声音 掀开床卖一看 就看见自家姑娘争着一双信念 咬牙切齿的样子 他吓了一跳 姑娘 你怎么了 谁惹你生气了 江又宁扭头过来看他 冷笑两声 除了谢景还能有谁 春桃文言愣住 他怎么记得将军今日走的时候 很高兴啊 怎么就惹姑娘不高兴了 江又宁坚持了一会 然后像泄了气的皮球 有气无力地道 春桃 我快饿死 赶紧给我续命 牡壁这就是侯你洗漱 春桃知道 自家姑娘是不能饿的 一饿就头昏眼花的 其实昨晚江又宁就饿了 都是谢景折腾的 这会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 洗漱完后 也顾不上穿衣服 裹着胡球爬上榻 春桃忙把早饭端上矮桌 姑娘 都是热乎的 你慢点吃 别烫到了 江又宁拿起肉包子地嘴边 吹了吹 然后咬了一口 有些烫 他连吹着气道 我知道 春桃看见自家姑娘 无奈摇摇头 把热牛奶放在她面前 江又宁吃饱喝足后 摸了摸肚子 异常地满足 春桃把碗筷收拾干净后端出去 没过一会又走进来 姑娘 冷夫人来了 江又宁躺在那里 淡淡地道 让她进来 是 春桃出去后 南绵绵便掀起帘子进来 看见躺在榻上的江又宁 她上前扶了扶身 夫人 江又宁吃得有些撑 这会只能躺着 看着身穿娇俏粉色衣服的南绵绵 红光满面点 发觉她比以前还要好看 爱能滋润女人 这话一点也没错 不像她 被折磨得像抽钱利器的人偶 你随便找个椅子坐 好 南绵绵随便找个椅子坐下来 视线望向江又宁 最后落在她鼓起来的肚子上 她惊奇地发现 江又宁的肚子有些鼓 夫人 你该不会是有了吧 江又宁闻言 也看着自己鼓起来的肚子 她笑着摸着自己的肚子 可怜的娃 带回味娘去上个厕所 你就没了 南绵绵心事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江又宁这是吃撑了 我还以为你有了呢 南绵绵摸着自己的肚子 叹息一声 也不知道我什么能当娘 冷宵也不着急 不过也配合我努力走啊 江又宁瞥了一眼南绵绵的肚子 生孩子很疼的 你也急着生孩子吗 南绵绵笑着道 疼怎么办 但不能以为疼就不生孩子呀 我想要个与冷宵的孩子 这样我们一家三口 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 就很幸福了 江又宁闻言 撑着身体缓缓 坐起身子 盯着南绵绵 瞧了好一会 嘖嘖两声 满身的恋爱的味道 南绵绵抬起头望向江又宁 你和将军难难道不是 我与你们相比 还差远了 江又宁又重新躺回去 咬牙切齿地道 谢景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我说的话 她是一句也不听 南绵绵闻言惊讶得不行 不是吧 我刚与将军合理 你们感情就不行了 早知道我就不合理了 说不定将军就喜欢我了 江又宁脸色一沉 你就别想了 南绵绵站起身 缓步走到江又宁面前 盯着她看了好一会 我看夫人就是得到了不珍惜 将军可是为了你 把我们都举指门外呢 我尝得不差吧 身家也不差吧 将军还拒绝了公主呢 江又宁 谢景拒绝了两个公主 虽然其中一个是假的 我怎么会不珍惜呢 说出来你不信 我昨晚说的话 谢景是一句都不听 我还在生气呢 她高兴地去办公了 南绵绵见江又宁说得煞有介事 真的 将军他真这样 江又宁哼了一声 我有必要说谎吗 南绵绵点点头 没必要 江又宁叹了一口气 他就是得到了 所以无所谓了 南绵绵闻言 担心得不行 将军这样专情的人都能变心 那冷霄呢 不会也变心 南绵绵进来时 是高兴地走进来 出去时 是一脸忧愁地走出去 等回到自己的住处 越想越有可能 谁不是三妻四妾的 他还是期望太高了 冷霄忙完回来 看见坐在桌前发呆的媳妇 他阔步走过来 媳妇 你在想什么呢 南绵绵抬眸 看了一眼冷霄 淡淡地道 没想什么 冷霄在桌前坐下来 提起茶壶 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举到自己嘴边喝起来 南绵绵看着冷霄 都不给他倒一杯茶 就顾着自己 果然没把放在心上 江又宁说得没错 男人一旦得到了 就不珍惜了 南绵绵气呼呼地站起 身静直 走到床前坐下来 心里闷闷的 很不舒服 冷霄也莫多想 喝完茶水解渴后 又站起身 看了一眼南绵绵 道 媳妇 我去当差了 若回来晚了 就不用等我吃饭了 冷霄说完 大步走出去 南绵绵见冷霄 就这磨走了 气得跺了跺脚 没看见人家不高兴吗 居然都不哄我 就这磨走了 南绵绵越想越难过 眼泪不争气地 从眼角躺出来 他抹了一把眼泪 夺门出 江又宁睡正香 突然听见女人的哭声 夫人 冷霄也对我开始冷淡了 江又宁揉了揉眼睛 就看见南绵绵在抹眼泪 刚醒来的她 还有点不清醒 你们不是挺幸福的吗 不幸福了 南绵绵抹了一把眼泪 我刚才明明在生气 冷霄却事不见 我对她来说 也不重要了 江又宁 她记得 刚才南绵绵一脸幸福的 要生孩子来着 怎么她睡一觉的功夫 就不幸福了 南绵绵道 夫人 你不是说将军 也不在乎你了吗 那我们离家出走吧 看看他们 还把不把我们放在心上 江又宁文言正主 离家出走 南绵绵用力点点头 留个纸条告诉他们 咱们也不是好欺负的 江又宁发现 南绵绵思想 还是很前卫的 她一个现代人 都没有想到离家出走 她一脸认真地道 你不怕冷消 不来找你啊 南绵绵哼了一声 她不来找我 我就让她在外面跪一个时辰 江又宁见南绵绵如此坚定 她再不配合 就显得不合群了 离家出走可以 但我们两个弱女子出去 会太危险了 咱们去静王府玩两天怎么样 南绵绵文言露出佩服的眼神 还是夫人想得周到 这样 我们玩的同时 还可以让他们着急 一举两的 离家出走敲定后 两人开始计划 离开将军府 第233章 一家子都不正常 站在门外的萧玉 里面两人的谈话 都让她听见了 她摸着下巴 两人好好的 怎么想着离家出走 不过 宁儿去王府正好 顺便教一下王府的厨子 怎么做酸菜鱼 酸辣土豆丝 母妃与阿庆对经胃口 是越来越挑了 萧玉嘴搅勾起一抹笑意 转身离开 冷遇冷沉 一直担任保护江又宁的事 就在这时 突然出现一个黑衣人 穿梭在亭台楼阁之间 而她的目标 是灵溪院 冷遇与冷沉相识一眼 以最快的速度去拦截 刚追上 三人便打了起来 冷遇发现 对方伸手好像不错 几个回合下来 三个大了个平手 又过了几招 黑衣人见势头不对 转身就跑 冷遇冷沉 又怎么会如黑衣的意 提气便追了上去 没一回功夫 三个人便消失在将军府 等收拾妥当后 江又宁与南绵棉被住行李 从后门偷偷地溜了 萧玉迎走冷遇与冷沉后 又回到灵溪院 正好看现 江又宁与南绵棉 鬼鬼祟祟 从后门溜了 她忍不住笑了一声 然后不紧不慢地 跟在二人身后 将军府与晋王府并不远 穿过两条街就到了 等江又宁和南绵棉 抵达晋王府时 萧玉已经翻墙回到府里 嘱咐下人准备客房 也嘱咐厨子准备好学厨艺 将军夫人来串门子 管家莫通报 直接把人给领进去 晋王府我也来过两次 不过都是随我母亲来的 南绵棉在江又宁耳边 小声说住 我也来过几次 晋王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 江又宁同样小声道 管家汉言 哪里晋王浪漫 分明就是晋王妃需要哄 不浪漫能行吗 晋王妃代产 此刻正在院子散步 肚子大了 也快临盆 不像现代 可以直接剖腹产 古代是要自己生的 为了防止生产太疼 还是老老实实地多走走吧 江又宁远远地 就看见晋王妃在院子里散步 左右个六位婢女事后住 管家上前躬身禀报 王妃 将军夫人来了 江又宁上前见礼 王妃好 南绵棉也跟着见礼 王妃 晋王妃看见江又宁和南绵棉 笑住道 你们来 进去先喝杯茶 晋王妃说完看见他们手里的包裹 好奇地问 你们来怎么还带着礼物 多不好意思啊 江又宁和南绵棉低头看着手里的行李 尴尬笑了笑 王妃 这不是 晋王妃看着两人 只是想了一会便明白了 这两人八成是离家出走了 他以前也没少干离家出走的事 不过离家出走 是真的很有用 百事不爽 莫关系 我明白的 晋王妃吩咐道 管家 去准备客房 要舒适的 奴才明白 管家领命去安排客房 刚走穿过月洞门 就看见柿子 他躬身上前 柿子 将军夫人来了 萧玉摆摆手 我知道了 客房 我已经让人安排好了 管家闻言一愣 随即崇拜地看着柿子 柿子料事如神 奴才佩服 萧玉扫了一眼管家 哼笑一声 我说你活不过五十岁 你信不信 管家 郑摩说不太好吧 他已经四十九岁了 萧玉看见管家 一副柿子要我死的表情 笑着往前厅走去 管家抹了把汗 柿子玩笑 是越开越大了 萧玉扩步来到前厅 就看现姜佑宁与南绵绵 坐在那里吃着糕点喝着茶 没有一点受委屈 离家出走的觉悟 导向是来做客的 母飞 萧玉走到椅上坐下来 随即望向姜佑宁 宁儿 你怎么有闲控来府上做客 姜佑宁吃糕点的动作一顿 笑住道 我这不是想你了吗 过来陪你玩鸡甜 萧玉正在喝茶 文言直接喷了 他猛烈地咳嗽起来 姜佑宁看现萧玉和枪的样子 继续吃着手里的糕点 像没世人一样 难眠眠凑到姜佑宁耳边小声道 咱们虽然受了委屈 可不能招三目四的 柿子万一来真的 可就不好了 姜佑宁文言差点噎死 没看出来她 是在拿萧玉开玩笑吗 萧玉缓过来后 娇称道 宁儿 即便我有那个心 也没那个胆 我怕谢大哥把我剁了 难眠眠文言睁大眼睛 继续小声道 看吧 世子当真了 姜佑宁文言真的忍笑忍得很辛苦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萧玉故意顺着她话说的 她是莫那个胆 可她也没那个心啊 绵绵 你稍安勿躁 难眠眠心想 我能不急吗 将军媳妇 被人拐跑了 还是她教唆离家出走 万一将军怪罪下来 或许不会拿她怎么样 可冷笑就惨了 肯定会沦为泄愤的对象 静王妃瞧着二人笑着道 要不你们原帝成亲得了 真爱无价呀 姜佑宁端起茶盏地到嘴边猛喝水 差点噎死她 静王妃是一点也不顾忌 原帝结婚 姜佑宁早该确定静王妃是穿越来的 不然怎么懂那么多 南眠眠惊恐地看着静王妃 以前怎么默看出 静王妃如此把婚事不当一回事 有些不正常 肖玉抬眸望向母妃 母妃的算盘打得好响 静王妃一脸娇羞得道 哪有 姜佑宁吃完糕点 这才开始说正事 静王妃 小世子 我和南眠眠打算在静王府暂住一段时间 讨扰了 静王妃起身 一边来回走动一边道 末世 住多久都可以 肖玉也跟着站起身 望向姜佑宁 宁儿 我带你们去客房 姜佑宁与南眠眠相视一眼 提着行李 就跟着肖玉去了 静王府很大 亭台楼台 假山湖水站地面积都不小 拱桥小桥流水 更显得雅致 肖玉给姜佑宁与南眠眠准备的客房 就是小桥流水对面的厢房 空气清新 环境优美雅致 很适合小柱 姜佑宁打量四周 觉得这个客房不错 挺好的 南眠眠也觉得不错 都说静王很有钱 他是见识到了 不是一般的有钱 等安顿妥当后 肖玉就直奔主题了 宁儿 我府上的厨子厨艺不行 你去教教他们 做些可口的饭菜 虽然止住几日 也不能委屈自己的肚子 是不是 姜佑宁抬起头望向肖玉 他心里那点小酒酒 他还是知道的 不过确实 不能委屈自己的肚子 教会了自己 这几日也能收益 便欣然同意了 静王府里的厨子 厨艺个个都不错的 教他们更容易学会 又是世子主妇的 他们也不敢懈怠 学厨一时 都十分认真 姜佑宁就喜欢教他们这样 一教就会 不用他多费心思 教了一上午 厨子们学会了二十道菜 晚膳时 厨子们就用今日所学 给主子们做饭 姜佑宁宇南绵绵 就在中间院子里吃饭 人少比较自在 静王妃今日食欲不错 桌上的饭菜 都是她爱吃的 肖玉不停地给储庆家菜 也发现 今日的饭菜 比平日里要合口味一些 雨林夕院的饭菜 味道很香 她好奇 却也莫问 静王吃了几样菜 就发现不对劲 今日的饭菜 怎麽与往日的饭菜味道有些不同 静王妃道 我胃口不好 厨子们专门学的 她挑眉望向静王 怎麽 吃不惯 静王陪笑道 怎麽会吃不惯 王妃喜欢本王就喜欢 静王说着夹菜 放进静王妃面前的碗里 都是挑她喜欢吃的 静王妃闻言这才满意地低头继续吃碗里的饭菜 用完碗膳 静王扶着静王妃去院子里散步 萧玉也扶着媳妇回自己的院子 走了一会 楚庆忽然问 府里的厨子 该不会是去将军府学厨艺去了 萧玉笑咒道 宁儿教他们呢 楚庆闻言惊讶地不行 你把江佑宁带进府里 让他叫府里的厨子学厨艺 宁儿在府里站住 萧玉也默瞒着他 楚庆想了好一会 才想到一种可能 将军要出远门了 那倒不是 萧玉想到 他们离家出走 忍不住笑出来 宁儿宇难眠绵离家出走了 在府里站住 楚庆脚步一顿 那将军岂不是不知道 江佑宁在府里 萧玉点点头 楚庆继续走 将军肯定会担心的 你还是投个消息过去比较好 萧玉认真地道 媳妇 这你就不懂了 宁儿为食魔要离家出走 肯定是谢大哥给他委屈受了 不让谢大哥急一急 那宁儿岂不是白跑了 楚庆文言顿了顿 好吧 他是说不过萧玉 此时 将军府内 谢金忙完回来 紧赶慢赶回来 陪媳妇一起吃晚饭 结果回来 才发现春桃在哭 他冷声问 哭什么 春桃抹了一把眼泪 将军 夫人他离家出走了 谢景文言明显不行 好好的 怎么会离家出走呢 他大步走进去 餐厅里没人 他又走进房间 依旧没看见江佑宁的身影 他有黑的眸子 扫了一眼屋内的陈设 最后在矮桌上 发现一张纸条 他大步走过去 拿起来看了一眼 上面写着 当你看见这张纸条时 我已经离家出走了 你自己慢慢反省吧 谢景深吸一口气 回想这些日子 他们夫妻恩爱和谐 情色和鸣 夜夜声歌 明明就很恩爱 怎么就离家出走了 他反省什么 谢景气得大步走出来 大喝一声 冷遇 夫人呢 冷遇从暗处出来 一脸猛逼看着将军 夫人不在灵溪院吗 谢景文言冷眼望向冷遇 夫人离家出走了 你不知道 冷遇文言回想下午那会 来了黑衣人 他们去追 他瞪大眼睛 完了 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了 他把今日下午发生的事 一一告知将军 事情就是这样 谢景文言眉头紧皱 原本他还不担心 这回 他不仅担心 还害怕 怕他遇险 悬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去找了 冷遇等人也知道是太紧急 连忙去找人 冷消神色匆匆地大步走过来 看见将军 他问 将军 绵绵可在灵溪院 属下刚回去 就看见绵绵流的纸条 说是要离家出走 谢景紧抿着唇 不用问也知道 他们是一起离家出走的 胆子越来越大了 他妄想冷消 阿宁也离家出走了 冷消惊讶出声 啊 怎么好好的 就离家出走了呢 我走的时候 还好好的 让我反省什么 谢景也想知道 明明夫妻恩爱 只能就离家出走了 还要他反省 他哪里知道 反省什么 一起去找人 谢景握紧手里的纸条 大步走出灵溪院 冷消也快速跟上 此时 进王府内 四周静悄悄的 能隐约听见 小桥流水的声响 将又宁躺在床上 等了许久 久到他快睡着了 也不见谢景找过来 他看了一眼窗户 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冷遇他们 难道没告诉 谢景他在进王府 不合理啊 将又宁叹了一口气 难道谢景是知道 不想找过来 觉得摸面子 也不像谢景的性子 按照谢景的性子 他会以最快的速度 赶来进王府 然后扛着他就回家 该不是还在军营里忙吧 谢景经常忙得 末时间回来 一起吃晚餐 肯定是在忙 等忙完回来 发现他不在了 肯定就会来接他了 将又宁躺 摸想着 这才闭上眼睛睡觉 隔壁客房里 难免绵抱着被褥 看着桌面上的一盏烛火 越看越精神 一点睡意都没有 澄清后 与冷霄睡一起 都是他抱着他睡的 现在冷霄不在身边 他是真的不习惯 也不知道冷霄看见他留的纸条没有 应该会到处找他吧 他叹了一口气 为时魔要离家出走呢 难免绵哼了一声 不能心软 得让冷霄知道 他不是那么容易受委屈的 次日 将又宁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 还在进王府 不是吧 谢锦默来接他 门外的婢女 一觉后在那里 就等着将又宁起床 事后洗漱 将又宁洗漱完后 来到餐厅 就看现南绵绵坐在那里 顶着一双黑眼圈 他走过去 在凳子上坐下来 你昨晚默睡好 第234章 坑娘 终于知道了 南绵绵有些尴尬 提出离家出走的是他 哪里好意思说 自己是因为冷霄 不在身边才默睡好 我认床 所以 昨晚默睡好 将又宁文言表示明白 那你这几日 怕是睡不好了 认床一时半会 是改不过来的 南绵绵一听好几日 那不是有好几日 陷不到冷霄了 想到好几日 陷不到冷霄 不由地开始惆怅 江又宁 看着面前的走善 有肉包子 是他特意嘱咐厨子准备的 他拿起一个肉包子 送进嘴里咬了一口 味道还是差了一点 不过也不错 他发现 南绵绵一直盯着早膳 却不动筷子 提醒道 吃啊 还是很好吃的 南绵绵叹息一声 拿起肉包子 送进嘴里咬了一口 想到冷霄 也不知道 他有没有出来找他 他忽然希望 冷霄也能像上次一样 从天降 出现在他面前 那次 真的是他第一次觉得 在危难时刻 有人从天降来救他 感觉就像佛光普照 江又宁一边吃着一边倒 吃完早膳 咱们去府里逛逛吧 嗯 南绵绵看着手里的肉包子 不逛还做什么 都出来了 总不能舔着脸回去吧 他是墨脸回去 不然冷霄更不把他当回事了 用完早膳 江又宁与南绵绵肩并肩 在静王府闲逛 发现府里 有多名贵花草 江又宁不是那种特别爱种花草的人 可是感觉的花草 看了 会让人赏心悦目 这花不错 回去带几猪回去 南绵绵这会 没有心情赏花 连江又宁的话 他也是听一半露一半 嗯 他应了一声 继续走神 江又宁看见兰花觉得不错 月季也不错 粉色的 拱桥一样的架子 这个也可以带回去 萧玉一早陪着媳妇出来散步 就看县江又宁和南绵绵 心想 你们还有心情赏花 谢景和冷霄都急疯了 不过 他不打算现在就说 先让那两位急一急 等时机一到 再把消息放出去 宁儿 江又宁抬起头 看见萧玉与楚庆 他笑着道 你来得正好 我有事要与你说 萧玉扶着媳妇走过来 什么事 江又宁指着花草道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我想带回将军府 萧玉看了一眼他手指的那几样 脸色变了变 江又宁这眼神可真毒 挑的那几样 都是父王精心栽培的 为了红母妃开心 带回去也可以 不过 江又宁追问 不过什么 萧玉笑道 你在交府里厨子一些厨艺 我就把这些花草 送到泥府上 江又宁勾唇一笑 叫厨艺再简单不过 他一口硬下 莫问题 萧玉看着那几样花草 突然想到了 怎么把消息放出去的方法了 楚庆的视线望向江又宁 问 你待在这里 不怕将军找不到你着急吗 江又宁文言谋色一顿 撇撇嘴 冷遇一直暗中保护他 谢景怎么可能不知道 他在进王府 可过去这么久了 谢景没找过来 这说明什么 说明谢景觉得他不重要 他的事业最为重要 这回肯定又去军营忙了 他是一个有分寸的人 最后五个字 咬了疾虫 楚庆 这和分寸有什么关系 过去两日 谢景与冷潇 还是没找到两人 逐渐有风魔的迹象 昨天开始 两人已经开始发疯了 媳妇不见了 能不疯吗 萧玉觉得 时间差不多了 他安顿好了媳妇后 来到花园 指着将又宁选中的 那几样花草 命令道 你们 把这些送到将军府 若是问起来 就说将军夫人喜欢 属下明白 几名护院把花草 一人一盆搬上马车 然后拉着马车去将军府 靖王府回来 途径花园时 觉得有些不对劲 他返回来 盯着一大块空的 瞧了好一会 这里的花泥 月季呢 兰花呢 靖王立马喊来管家 怒道 本王的花泥 管家一脸猛逼的 看着一大块空地 也很疑惑 对啊 花泥 靖王闻言不由地提高音量 本王在问你 花泥 管家忙点头 王爷 奴才刚才还看见花来着 怎么就不现了呢 奴才去问问 靖王的血压 这会已经突破一百八 有气死的征兆 还不快去问 奴才这就去 管家忙不迭去询问 靖王看着精心栽培的花 莲花带盆地被人端走 心疼得不行 忍不住骂了一句 饭桶 杨你有何用 萧玉刚好经过 就听见父王的声音 听着声音 好像很不高兴 他缓步走过来 趴在跃动门上 就瞧见父王气的铁青的脸 发现他正在看那块空地 父王这魔快就发现了 萧玉收回视线 垫着脚尖 小心翼翼地往回走 靖王撇线一片一脚 喊了一声 萧玉 你鬼鬼祟祟的 在那里做什么 萧玉脚步一顿 有些纠结 他是回去呢 还是不回去 万一知道那鸡盆花 是他让人送走的 不就完了 萧玉想到这里提气 还是乖乖地又回来 穿过越洞门 就看见父王铁青的脸 父王 我刚好路过 你喊我有什么事啊 靖王平复心里的怒火 到 谢锦的媳妇丢了 你和他熟 帮忙一起找找 萧玉文言 暗松了一口气 还好不是问花的事 我这就去帮忙 靖王收回视线 往书房的方向走 嘴里还怒骂着 到底是谁 把本王的花莲盆 都端走了 萧玉刚转身 就听见这句 回头瞧了一眼 还是找母妃比较好 萧玉收回视线 以最快的速度 来到母妃的院子 靖王妃 这回正在院子散步 就看见儿子 火急火燎地跑过来 你慢点 万一摔了 可别说母妃莫提醒你 萧玉喘了两口气 道 母妃 我为你办了一件大事 你得表扬表扬我 靖王妃文言笑出声 你给我办了什么大事了 说来听听 萧玉笑住道 母妃 你今日不是胃口不好吗 原本宁儿是不愿意来的 是我把她请过来的 目的就是让她 焦厨子的厨艺 好改善母妃的火食 靖王妃文言又笑了 没看出来 你还有这份笑心 是该表扬表扬你 萧玉心虚地笑着道 我昨天又让宁儿 焦厨子的厨艺 母妃 昨晚吃的那几样 都是宁儿焦的 靖王妃文言 想到昨晚吃的 味道不错 她吃了不少 那几样菜是不错 萧玉忽然认真起来 母妃 宁儿可是将军夫人对吧 让她一个将军夫人 来下厨娇厨艺 我怎么也得表示 表示对不对 靖王妃觉得 儿子说的有道理 将军夫人 又是一品告命夫人 何等尊贵 是该表示表示 萧玉这才说重点 所以 我把院子里的鸡盆花草 送给了宁儿 以表心意 李清情意重吗 靖王妃笑着道 送就送了吧 大不了再种上几颗 萧玉笑着晚上靖王妃的手 很是殷勤地道 那我就以母妃的名义送了 这样 更代表我们靖王府的诚意 对不对 靖王妃不觉有什么不妥 嗯 末世 都一样 萧玉得到这句话后 她笑着道 那母妃继续散步 儿子就先走了 靖王妃笑着道 去吧去吧 萧玉说着便走了 一刻也不停 靖王妃瞧着儿子离开的背影 这孩子 一天天的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 萧玉刚才院子里出来 就看见管家 她问 你干嘛呢 管家看见柿子 躬身上前见礼 柿子 王爷要奴才去问 那鸡盆花被谁端走了 管家说着说着视线 落在萧玉身上 她顿了顿 迟疑了一会道 哎 不是柿子让人端走的吗 那些吓人说的 萧玉笑嘻嘻地道 我哪有胆子 把父王东西搬走 我不过是按照母妃的吩咐 把那鸡盆花 送给了将军夫人而已 不信你去问问王妃 管家愣了一下 所以 王妃让人搬走的 萧玉用力点点头 如此可较也 就是我母妃 让人搬走的 你这磨毁我父王 就对了 奴才明白了 母妻告退 管家躬身继续往书房方向走 萧玉松了一口气 总算完美解决 不愧聪明如我 书房里 晋王闻言 拍案而起 你说什么 管家小心翼翼地道 真的是王妃 把那鸡盆花 送给了将军夫人 王爷不信 可以去问问王妃 一问便知 管家末了还蛀虫 又加了一句 真的与她无关 她就是一个传话的 晋王才不信 王妃会把她的精心栽培的花 送给别人 本王去问问王妃 晋王说着便大步走出书房 管家见王爷走了 暗自抹了一把汗 吓死老奴了 晋王妃 依旧是在散步 她总感觉饱饱 要出来了 婢女端来一杯水 她喝了过后 继续散步 王妃 晋王妃抬起头望向 就看见晋王大步走过来 今日怎么会拉得这么早 晋王道 本王有事想问问你 晋王妃问 什么事 晋王缓了还语气 怕吓到王妃 那个 你是不是把本王的花 送给了将军夫人 晋王妃点点头 是的 怎么 不行吗 晋王闻言 深受打击 她不敢置信地看着王妃 你不是知道 那些花 是本王精心栽培 供你玩赏的吗 送给别人了 你还赏什么花 晋王妃不在意的道 你再种一些不就好 晋王 这是再种一些的事吗 王妃分明就莫把它放在眼里 晋王妃发现 晋王心情低落 上前安抚道 好了 王爷如此厉害 肯定能种出更好看的花来 晋王这才好受了一些 那本王只能再重新种了 晋王妃用力点点头 王爷加油 其实 晋王妃也是后之后 绝发现儿子在坑他 可是说出话的 总不能收回来吧 万一说是儿子先斩后走 晋王让儿子把花药回来 岂不是很尴尬 不过 他确实是受益者 今日饭菜是越来越合口味了 算了 这次就饶了那小子 都说一孕傻三年 这句话一点也不假 不然以儿子的能力 想坑他 可没那么容易 这件事 就这魔告一段落 江佑宁那里知道 要了鸡盆花 萧玉与全家斗智斗勇 此时将军服励 晋王府突然送来鸡盆花 把管家给整不会了 这是什么意思 护卫道 这是送给将军夫人的 将军夫人喜欢这花 管家闻言又是一愣 将军夫人喜欢 将军夫人都失踪三日了 就在这时 谢锦从外面回来 他脸色阴沉得可怕 谁也不敢靠近 就怕被炮灰 谢锦看见院子里的花盆 疑惑地问 这是谁送来的 护卫道 这是送给将军夫人的 将军夫人喜欢这花 谢锦闻言 眉头紧皱 将军夫人喜欢 他冷眼看着面前几个人 那眼神 彷彿要吃了他们的似的 你们是谁 护卫那里 承受得起谢锦这冷力的眼神 他们盲低下头 我们是静王府的人 谢锦经费三个字 眉头皱了皱 静王府 谢锦思索了片刻 就知道将又宁在哪里了 你们回去吧 是 护卫们忙不迭地走了 转身那刻 一个个都抹了一把汗 将军好吓人啊 谢锦收回视线 望向地上树盆花 吩咐道 把他们搬进灵戏院 是 管家吩咐吓人 把花衣一搬进灵戏院 谢锦大步走出去 看着外面天色 这回去静王府 不太合适 他打算晚点去 谢锦知道将又宁在哪里 也知道他安全得很 也就没那么担心了 冷消之会却 急着不行 看见将军坐在那里喝茶 他上前忙询问 将军 您不找了吗 谢锦淡淡地道 不用找了 我知道他们在哪里 冷消追问 在哪里 他们在静王府 安全得很 最后四个字 谢锦特意加重了语气 冷消一听到静王府 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三天都吓死他了 这些日子 与南绵绵朝夕相处 他已经习惯了他 也很喜欢他 忽然消失 这几日晚上 他没睡一个好觉 第二百三十五章 打包扛回去后 逃跑小娇妻哭唧唧 将军 不去把夫人接回来吗 谢锦依旧淡定地道 我晚点去接他 你若是等不及 可以先去 冷消闻言正主 失踪这魔酒 好不容易知道在哪里了 却不急着接回来 他是等不及 想早点接回来 可将军都不着急 他太着急了 会不会坏了将军的计划 冷消知道 南绵绵这会是安全的 也不着急 只是想早点见到他 和他说说 他哪里做错了 可以改的 他看了一眼将军 没再说话 夜幕降临时 江又宁与南绵绵一会过晚膳后 就坐在院子里赏夜景 南绵绵这回精神不怎么好 他有些有伤地道 我已经三日没见到冷消了 江又宁也叹一口气 他也有三日没见到谢锦了 可谢锦都不来接他 他知道 谢锦肯定是在生气 明明就是他先犯错的 莫是 我们这样不也挺开心的吗 明日我给你做好吃的 吃甜食 可以忘记所有的不快乐 南绵绵闻言来了 兴致 好啊 还期待明日你做的美食 江又宁笑住道 放心 不会让你失望的 江又宁一向对自己的厨艺很有信心 再说 他还得了鸡盆花 不得多教一些 聊完后 江又宁与南绵绵各自回去歇息 南绵绵刚躺下来 又开始忧愁起来 冷消怎么还不来找他 该不会是把他给忘了吧 江又宁脱完衣服 躺在床上 也有些忧愁 都过去三日了 谢锦也不来接他 难道冷育末把他的消息给谢锦 这不可能的 他都失踪了 冷育怎么可能会隐瞒他的消息 那谢锦怎么还不来接他 江又宁想着想着 就被周公拉下去下棋 半睡半梦间 感觉有人在拉他的被子 拉了一会后 又没拉了 又过了一会 江又宁感觉自己像被人紧紧压着 可是太困了 眼睛睁不开 谢锦半夜翻墙进来 找了一圈就知道江又宁在哪里 进王府 他还是比较熟悉的 他看着睡得正香的江又宁 气不打一处来 伸手去扯他的被褥 又怕感染了风寒 他压住江又宁 看着那张野丝目雪的脸 低头亲了一下他 觉得不够 想要更多 可他没望这里 是靖王府 他忍着想对逃跑的小娇妻 做些什么 拉住被褥 把人裹成一个球 然后扛在肩头 大步走出去 此时 隔壁房间里 冷肖与将军一同来的 他推开门缓步走进来 看见里面的床 他的心一紧 来到床边 借着危暗的烛火 看着床上的人 几日不限 发现想他想得厉害 他没忍心吵醒他 而是想着怎么把他带回将军府 想到将军是直接把人连同被褥一起扛回去的 要不 他也这样带回去 冷肖丝来想去 弯腰把被褥江里面的人裹好 然后抗在肩头 翻墙 踏住月色 离开靖王府 他原本是想着抱住 可是被褥太厚 不好抱 只能选择用扛的 等出了靖王府 冷肖扛着 媳妇直奔将军府 他是一刻也等不了 等回到将军府 冷肖推开门进去 用脚将门关上 他大白到床边 连同被褥一起放在床上 即便是是这样 睡得很熟的难眠眠 压根不知道 自己就这膜被人给扛了回来 冷肖坐在床边 低头瞧着床上的人 看着他熟睡的脸 一直提着心这才落了地 绵绵 你知道 我这几日有多想你 我真怕你又出事 我却不在你身边 睡着的难眠眠 压根就听不尽 若是听见了 怕是会高兴地忘记 此次离家出走的目的 灵溪院内 谢锦扛着人来到床边 把人放下时 他很小心 等放好后 他站在床边 低头看着睡得很熟的江又宁 你睡得倒香 这几日 没差点把老子挤死 谢锦很少自称老子 只有很生气时 才会如此称呼自己 这几日确实急疯了 头发都急白了 可是想到他好吃好喝 悠闲自在 他就有气 就想着把人扛回来 好好教训一顿 看他还要不要离家出走 可是想到得知他失踪 他就会想到前几次他遭遇绑架时 那时他就在想 只要他平安无事 怎样都行 他不仅平安 还有人侍候 他应该高兴而不是生气 这是最好的结果 想通这点 谢锦心平气和地 在床边坐下来 看着熟睡的人 他叹息一声 过了一会 谢锦才起身脱衣服 然后上床 上床后 谢锦把人搂进怀里 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 简直不要太好 这三日俩 今晚是睡得最踏实的时候 次日清晨 江又宁哼了一声 接着翻身伸了个懒腰 全程都是闭着眼睛的 等静谷舒展开来后 他才缓缓睁开眼睛 看着床顶 他愣了一下 醒了 江又宁听见熟悉的声音愣一下 猛地侧头看过去 就看现谢锦站在床边 双手抱胸 一副早就厚在那里的姿态 隐约还有一副要算账的架势 他抬着下巴 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更理智气壮一些 我醒了 你还不快把我衣服拿过来 一点眼色都没有 谢锦差点被气笑了 他忍着笑 把衣架上的衣服拿过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没有话要说 江又宁感觉有些压力三大 一是谢锦的身高 二是谢锦的眼神 三是谢锦的语气 他顶着压力地坐起身 从他手里把衣服拿过来 然后开始慢条丝里地穿衣服 其实是被他冷力的眼神盯着 手有点抖 不由自主地慢下来 我当然有话要话要说 你怎么把我弄回来的 我还没住够呢 现在把我接回来了 早干嘛去了 谢锦垂眸 有黑的眸子逼试着他 怎么 将军府住着不舒服 你要去晋王府去住 那里的饭菜比家里的香 还是那里的男人的比家里的香 江又宁的身体 不受控制地往后仰 可他往后仰一分 谢锦就会逼势一分 导致他的腰块成拱桥了 就在他快肩吃不住时 身体不受控制地往后倒 谢锦像是知道 提前伸出手臂 搂住他的仙腰 把人又带回怀里 江又宁真的没见过这样的谢锦 都不敢与他对视 他本能地撇过视线 你先放开我 谢锦搂着他没放 反而抱得更紧 见他不肯看着自己 他修长手指 捏住他的下额 将面对着自己 我问你话呢 是不是晋王府的男人香 江又宁看着面色阴沉沉的男人 不得不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 小声道 你向你相信了吧 谢锦并不满意他的回答 这三日 都把他折磨疯了 我向你还离家出走 江又宁小声道 那你反省了吗 谢锦道 你不说我哪里知道反省什么 江又宁 自己不知道 海里直气壮 那我也不知道 为时魔要离家出走 谢锦闻言正要问他 江又宁率先问道 都过去三日了 三日了你才想出来接我 是不是觉得我可有可恶 谢锦闻言一顿 随即反驳道 我昨天才得知 你在晋王府 不然我怎么去接你 这三日 我都不知道你在哪里 你知道我这三日 话未说完 江又宁就反驳道 你怎么可能 昨天才知道 冷玉与冷辰 一直暗中保护我 我去哪里 他们一清二楚 我去晋王府 他们难道没告诉你 不想来接我就直说 还找借口 谢锦道 三日前 冷玉与冷辰 被一个黑衣人 给掉虎离山 你离开灵溪院 他们都不知道 怎么知道 你去了晋王府 江又宁气呼呼的 听完这句 他愣了一下 真的 谢锦道 当然是真的 江又宁一就表示质疑 真的有这魔巧 谢锦闻言顿了顿 这才道 是不是巧合 要我调查后知道 可能是人味的 江又宁这回心里 好受了一点 在晋王府等了三日不现人 原以为谢锦不愿意来接 现在知道 还有这出 我还以为 你不愿意来接我 他语气颇为委屈 谢锦闻言又气又心疼 我怎么会不愿意去接你 我若是知道 你在晋王府 当晚就去晋王府 把你弄回来 江又宁听着他发狠的语气 后几辈有些发凉 弄回来 魏石魔 他听出弄死了的语气 那你反省好了吗 其实他没有离家出走的想法 不过是陪南绵绵玩一回 消闲解闷 他也知道 南绵绵也不过是一句气话 他也知道 他们离家出走 当天晚膳 就能被逮回来 谁知道 中间还有调虎离山这出戏 这完全超出他的预料 不好在 结果是好的 谢锦这晦气消了一些 道 你告诉我 我在好好反省 江又宁撇撇嘴 我都告诉你了 你还反省什么 一点觉悟都没有 谢锦叹一口气 可我真不知道 要反省什么 我们明明就很恩爱 夫妻感情和谐 还需要反省什么 江又宁就知道 指望谢锦 觉悟太难了 算了 你下次好好听话就行 谢锦闻言二话 不说就答应了 我饿了 要吃饭 江又宁这慧恶得不行 事情已经解决了 也该吃早饭了 谢锦却板起脸道 你的是完了 我还没完 江又宁闻言 抬起头望向谢锦 什么意思 谢锦发很地道 你二话离家出走 我若不罚你 你下次还会干 你知道 我是怎么惩罚那些逃兵的吗 江又宁这才放下自己后几倍发凉 不是错觉 谢锦在这里等着他呢 他还以为谢锦是大直男 我呸 分明就是腹黑男 我哪里知道 该不会是直接弄死吧 谢锦低笑 只是内笑有些冷 轻者重罚 重则直接处死 谢锦俯身凑近江又宁 你说 我该怎么罚你 江又宁耿着脖子 不服气地道 我是你媳妇 你难道还想重罚我 他就不信 谢锦舍得下手 谢锦瞧着他一副什么都不怕的样子 不好好罚他 都不知道 什么是该做 什么是不该做 你看我怎么罚你 江又宁莫名被这语气下的缩了缩脖子 不会真的要罚吧 那谢锦也太不是人了 就在江又宁害怕的时候 身体突然腾空 然后就被扔在了床上 若不是床够软 他指不定会不会摔出脑震挡 还没等江又宁爬起来 谢锦褶都扑过来 将他抵在床上 有黑的毛子死死盯着他 现在 就让你瞧瞧 我是怎么惩罚离家出走的小娇妻的 江又宁闻言 没忍不住笑出声 哈哈 你以为你是霸道总裁啊 谢锦没想到 他还能笑出来 他冷笑一声 待会你就笑不出来了 江又宁作死地问一句 为食魔 谢锦直直地看着道 因为你会哭 江又宁一开始还不明白 谢锦这句话里是含义 只不过 在接下来的两个时辰里 江又宁深刻体会道 什么叫叫不出来 而是会哭 他何止哭 还会喊救命 但都不管用 谢锦是铁心让他哭个够 你能想象 让一个饿着肚子的人 运动两个时辰 会有什么样的场面 等谢锦彻底消气后 这才起身把饭菜端进来 江又宁看着香喷喷的饭菜 馋得口水都出来了 只是没力气爬起来 已经不能用饿的前胸贴后背来形容了 不过 谢锦还有点良心 他把饭菜端床上来了 矮桌也搬上来了 江又宁靠在软枕上 守屋里的拿着筷子 去夹自己爱吃的水晶脚 谢锦这回也有些饿了 拿起备用筷子 与他一起吃起来 而另一边 难免免醒来 发现自己不在金王府 而是将军府时 直接喜结而泣 冷霄没有把他忘了 终于把他接回来了 冷霄端着饭菜进来时 看现南绵绵坐在床上哭 他忙把手里的饭菜 放在圆桌上 大步走过来 绵绵 你怎么了 冷霄在床上坐下来 把南绵绵抱进怀里 他也没哄过女人 也不知道怎么哄 看现南绵绵哭得这么伤心 他一时间慌了神 绵绵 你别哭啊 第二百三十六章 男人与男人差距 怎么就这么大 谢锦也该学学了 南绵绵抹了一把眼泪 抽噎两声 并不是因为委屈 喜极而泣 你干嘛去了 冷霄看着圆桌上的饭菜 到 我去给你准备饭菜了 南绵绵看了一眼 圆桌上的饭菜 他哪里 是在问他这个 他是想问这三天里 他在干嘛 怎么到现在才找到他 冷霄见他不哭了 这才松了一口气 哄到 你应该饿了 先吃饭好不好 难免免这会确实有些饿了 再看热气腾腾的饭菜 更饿了 他拿起筷子 加了一块自己爱吃的鱼片 原本院子里的厨子 做饭菜并不是很合他的胃口 只是这回 他发现 饭菜还是挺好吃的 他吃了几口 发现冷霄坐在那里看着他 并未动筷子 你不吃吗 冷霄摇摇头 我已经吃过了 我看着你吃 南绵绵也不知道 现在什么时辰了 不过冷霄 一直有早起的习惯 吃过了也正常 他低头继续吃面前 碗里的饭菜 等吃完后 冷霄贴心地 把手帕递给他 南绵绵从他手里接过手 怕擦拭着嘴角 视线却望向冷霄 见他一直盯着自己看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是将军告诉 我与夫人在晋王府 因为那鸡盆花 原本是想下午去接你 将军却不着急 便等到晚上 冷霄是个老实人 都肇实地说 南绵绵虽然疑惑 将军喂食魔药等晚上 但他更好奇 冷霄为什么等到晚上 难道就不着急献他 你怎么也等到晚上 冷霄文言顿了顿 到 可能晚上比较方便带你回来 这样 进王府的人也不知道 南绵绵 这算什么理由 那你这三天时间里 有没有想我 南绵绵问完 一眨一眨地盯着冷霄看 冷霄看了一眼 南绵绵 见他正盯着在看 顿时有些不好意思 自然是想的 这几日 我与将军把精灵都找遍了 都没有找到你们 都急疯了 将军急疯了我知道 那你呢 你有多着急 南绵绵一脸期待地问 我自然是也急疯了 一直找不到你 又怕你像上次那样被绑架 这两晚都没睡好 南绵绵听见这句想听的 这才露出满意的表情 冷霄问 那你怎么好好的离家出走 我们不好好的吗 南绵绵闻言才想起 自己离家出走的原因 居然因为冷霄 把他接回家 就激动地忘了 还不是因为你 倒茶就顾着自己 我不高兴了 你哄都不哄我就走了 他气呼呼地道 是不是觉得我无趣 就无所谓了 冷霄闻言 愣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忙解释道 你什么时候生气了 我怎么不知道你生气了 不是 我没给你倒茶吗 南绵绵倒 当然没有 你那日喝了茶就走了 冷霄仔细回想 那日发生的事 他是回来喝了一杯茶就走了 他记得 他面前的茶盏有茶 绵绵 那日 我急着离开 是要去当差 我看你面前的茶盏有水 才没给你倒 我若知道你生气了 肯定会问的 南绵绵闻言 也不由得回想当时的情形 只是想了好一会 也想不起来 他的茶盏有没有茶水 当时只顾着生气了 也忘了有没有 冷霄见他不说话 问 你为了这件事 离家出走 难眠绵闻言 抬起头望向冷霄 有些心虚的点点头 随后又小声嘟囔 我以为你不在乎我了 我就难过得很 冷霄见他点头 有些无奈地道 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 你下次不要离家出走 有什么事 直接当面问不好吗 你离家出走 万一遇见坏人了怎么办 难眠绵点点头 下次不会了 冷霄竟默了一回道 我这磨多年 都是一个人 心思没有那么细腻 你有什么尽管和我说 我尽量改 难眠绵闻言 也觉得 自己有多小题大做了 冷霄一个大男人 又从小 无父无母 他应该多关心 关心他才对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我从小娇生惯养 也娇纵惯了 一有什么不顺心的事 就会生气 你多担待一点 我也尽量改 冷霄文言正了正 实属没想到 他会这样说 他是后门千金 从小娇生惯养 再正常不过 可也是讲理的人 不用改 你这样挺好的 只要不离家出走 什么都好说 冷霄能接受 他在家里发火 但受不了他离家出走 他会担心害怕 难眠眠闻言 感动得不行 一头扑进他怀里 柔声道 我知道了 冷霄这才放下心来 此时进王府 婢女见将军夫人 与冷夫人不见了 忙去禀告小世子 萧玉却淡定地喝茶 末世了 你们都回去吧 婢女们相视一眼 都很疑惑 楚庆也疑惑地妄想萧玉 你不着急吗 他们可都不现了 萧玉朝楚庆 露出一抹淡然的笑 末世 不过是被自家男人 连夜打包回家了而已 再把花盆送到将军府时 萧玉就猜到 他们半夜会来接人 毕竟半夜神不知鬼不觉 不然 大白天的来接人 弄得人尽皆知 还要与禁王与王妃客套 还是半夜接人 最为省时省力 楚庆闻言 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了 半夜打包回家 你以为吃饭呢 不过 江又宁与南眠眠无事 他就安心了 不过他还是有些好奇 你怎么知道 他们半夜来接人 萧玉勾传一笑 因为你夫君神机妙算啊 楚庆 他就知道 萧玉说话 向来莫个正行 萧玉也不逗媳妇了 昨天不是送了鸡盆花 到将军吗 谢景看见花就猜到了 楚庆闻言想到刚刚来到路上 路过花园时 看县公公再种花 嘴里还说着 本王辛辛苦苦地种的花 居然拿去送人 本王拿可怜的花 是你把花送人了 萧玉闻言轻壳一声 媳妇 话不能这么说 应该是母妃送给宁儿 我不过帮了把手 楚庆 不用问他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在王府里待了这抹酒 他太了解 萧玉巧舌如簧 坑爹坑娘都不在话下 就不知道有没有坑媳妇 也就是他 将军府内 找到将军夫人 宇南绵绵后 又恢复宁静 午后 江又宁在屋里补绝时 南绵绵来了 他在宝珠的事后下 慢悠悠地起来 睡眼惺忪的双眼 还未完全睁开 等穿戴整齐后 江又宁在榻上坐下来 端起宝珠事先准备的茶水 递到嘴边 喝了几口提神 这才妄想南绵绵 见他精神奕奕的 南绵有些怀疑 他被谢景接回 折腾得够惨 卫师摸南绵绵看着 好像一点事也没有 江又宁忍不住问 你不累吗 南绵绵疑惑地低头 瞧了几眼自己 又疑惑地望向江又宁 不累啊 你累吗 江又宁 他吃完饭就睡 一直睡到现在 依旧没有缓过来 他故作镇定地道 我也还好 随即他又忍不住八卦 冷消接你回来 没把你怎么样吧 南绵绵闻言 扑痴 一声笑了 他能把我怎么样 不过是我离家出走下到他了 这三日里他担心得要命 生怕我又被绑架了 虽然我有错在先 不过 好在冷消不计较 我平安归来他就高兴了 江又宁闻言 整个人都不好了 表面淡定的他 心里却在愤恨地想 谢景怎么就不学学冷消 瞧瞧人家冷消 就没有伐南绵绵 卫师摸 他这摸肯定 瞧南绵绵这样子就知道 不像他 腰不是腰 腿不是腿的 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 都是男人 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难免绵绵见江又宁 精神不怎么好 同样忍不住八卦 将军把你接回来 没把你怎么样吧 江又宁做直身子 挺了挺胸脯 你别看将军很凶 像只老虎 其实在我面前像只猫 很黏我的 离家出走三日 他是夜不能寐 昨晚迫不及地把我接回来 哄了我半天 就差去跪搓一板了 我才勉强原谅他 他就又宁说的云淡风轻 李子丢了 面子可不能丢 南绵绵文言丝毫 不觉得有假 将军可是为了江又宁 拒绝了所有人 痴情程度已经在精灵传遍 大街小巷了 将军也太好了 让人好生羡慕 江又宁端起茶盏 又喝了几口 语气依旧淡淡的 还好吧 没石膜 可羡慕的 难免免感叹 将军那样的人 都为了让你原谅 去跪搓一板了 这普通人可都做不到的 真的是世间绝世好男人 江又宁笑了笑 继续喝茶 吹牛又不用付费 口嗨最重要 将军为了让将军夫人 原谅自己去跪搓一板的事 很快就在王府里传开了 三人成虎 从将军为了求的 将军夫人原谅 差点去跪搓一板 传到最后成了 将军在门外跪搓一板 跪了一宿 才得到将军夫人的原谅 没看出来啊 将军在将军夫人面前 一点架子都没有 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 将军居然为了得到 夫人的原谅下跪 则则 若不是亲眼所见 我是万万不会相信的 将军这是能屈能伸 路过的谢景 正好听见鸡人的义人声 第二百三十七章 留下不争气的泪水 他嘴角抽搐的厉害 他什么时候下跪过 这些人都在说什么 薛姨也听见了他们的谈话 忍着笑看了一眼谢景 只见他脸色有些不好看 谢景离开时 还听到他们说 也不知夫人用了办法 让将军如此听话 就是 我家男人 天天就使唤我 若是能像将军一样 听话就好了 薛姨没忍住笑了 他怎么不知道 将军在外面跪了一宿 储玉丸 传来振振饭香 谢景忙完回来 闻见饭香正好饿了 他走进餐厅 就看现江又宁 已经祖宗爱那里 婢女们将饭菜 一一摆放在桌子上 江又宁等不及 拿起筷子 就看现谢景回来了 夫君 你回来了 正好一起吃饭 今日回来早一些 谢景在江又宁身边坐下来 六人的圆桌 只坐两人 明显有些空 不过桌上的饭菜很丰盛 婢女成了两碗米饭 分别放在谢景与江又宁面前 随后退一旁后煮 谢景拿起筷子 夹了了菜 放进碗里 正要就煮饭吃时 想到回来的路上听见的话 她抬起头望向江又宁 府里都在传 我在门外跪了一宿 就是为了得到你的原谅 江又宁刚啃了一口鸡腿 就听见这句 莫差点噎道 她抬起头望向谢景 心虚地打抱不平 他们怎磨着磨说夫君 夫君堂堂七尺男儿 不要面子的呀 谁这磨八卦 她又说谢景在外面跪了一宿吗 她只是说谢景差一点而已 不是莫跪吗 谢景吃了一口饭菜 也有些脑 我怎么知道 不知道还以为我们夫妻不合 我们明明就很好 跪什么跪 江又宁用力点头 夫君说的没错 我们夫妻感情挺好的 谢景哼了一声 等吃完我就让人去查查 是谁在被后乱说话 说我们夫妻感情不好 江又宁正要继续啃鸡腿 听见他要去查 真要去查那不就完了 一查一个准 肯定会查到他的头上 他忙放下鸡腿 夫君 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事 你再去查 不就坐实了吗 只要我们夫妻恩爱 谣言自然不攻而破 谢景文言抬起头看一眼江又宁 万一越传越离谱呢 江又宁默默啃着鸡腿 想了一会提议道 要不 我去澄清一下 谢景哼笑一声 澄清有什么用 江又宁一副嫌内住的样子道 夫君 我可是将军夫人 家里的小事包在我身上 保证一天内 让府里的人都知道我们夫妻恩爱的这件事 谢景狐疑地看了一眼江又宁 心想他只知道吃 家里的琐事几乎都是管家在管 不过 为了不打击他的信心 还是同意了 嗯 那就交给夫人了 江又宁拍着小胸脯保证道 夫君放心 包在我身上 谢景笑了一下 继续吃饭 晚上睡绝食 谢景非常有兴致地把恩爱夫妻和谐 发挥到极致 次日 江又宁用过早饭 挺着酸软的双腿从屋里出来 管家早早地候在门外 看现江又宁出来 他面带笑容上前 夫人 有何吩咐 江又宁望向春桃 春桃立马心领神会 拿着一张纸来到管家面前 把纸递给他 然后又拿出一大袋碎银给管家 管家忙不迭地拿住纸 又接住钱袋子 他先是看着手里的纸 上面写了一大串字 大约意思是 府里每个人不许提贵之类的事 也不许原谅之类的事 只许一论将军与将军夫人 恩爱非常 夫妻和谐等字眼 凡是做到的 可以领一两银子 江又宁见他看得差不多了 这才开口 管家 你是府里的老人了 懂我的意思吧 管家这回也看完了 他抬起头望向江又宁 笑意盈盈地道 夫人放心 一切包在我身上 江又宁这才满一地点点头 嗯 那就去办吧 是 管家领住命令 快速去办理此事 管家不愧是管家 办起事来 讲究的是 雷厉风行 这点与谢景很像 估计受谢景影响吧 不到半日的功夫 府里只会听到这两句 将军与夫人可恩爱 真让我羡慕 夫人与将军恩爱和谐 真真是羡煞旁人 谢景从军营里回来 就听见这两句 忽然想起江又宁的话 没想他办事效率还是很快的 没走几步 又听见有人说 将军与夫也太恩爱了吧 这就叫夫妻康情深吧 谢景听着 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这话是好话 只是 听住让有点不自然 薛姨也发现了 今日与昨日的画风完全不同 总管 等于有几分刻意而未知 不过这件事 就这磨过去了 江又宁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 吹牛也这么费劲 刚了松了一口气 难免免就来了 夫人 最近府里好奇怪 江又宁吃着茶果子 哪里不对劲了 难免免在榻上坐下来 小声道 最近府里的人像中了鞋一样 只会说两句话 不是恩爱和谐 就恩爱非常 江又宁吃着茶果子 差点噎道 他用力咳嗽几声 这说明 他们洞察能力很厉害 难免免道 我觉得 背后肯定有人故意 而未知 江又宁打着 哈哈 漠视 不用管那些 对了 你与冷霄怎么样了 江又宁怕难免免继续说下去 盲转一话题 难免免听到冷霄二字 脸色不由地红了几分 因为想到昨晚的事 也不知冷霄从哪学的新姿势 非要尝试 江又宁一看南绵绵这红红的脸蛋 就知道有故事 你们最近是不是在忙着造宝宝 南绵绵羞红脸道 嗯 也不知道何时能怀上 南绵绵说到这里 抬起头望向江又宁 你呢 还没动静吗 江又宁笑住道 我不着急 南绵绵知道江又宁不急着当娘 他是着急想当娘 可惜 宝宝迟迟不来找他 等南绵绵走后 江又宁第一时间让春桃把管家叫过来 管家来得很快 可以说是随叫随到 夫人 喊我来有何吩咐 江又宁端着茶点 一副当家主母的做派 上次让你办的事办的不错 不过今日起 可以不用说了 管家闻言立马明白过来 我明白 这就回去吩咐他们 江又宁点点头 眼神示意春桃 赏 春桃拿着事先准备好的钱袋子递给管家 管家也莫客解 接过钱袋子 公身退下去 今日后 府里又恢复到以往的宁静 静王妃一直盼着临盆 想见见宝贝闺女 可又怕临盆带来的痛苦 终于在明媚的午后 静静王妃声望 房间里 静王妃用尽全身力气 把宝贝闺女生下来 静王在门外焦急地等待着 在一声婴儿的啼哭声中 她露出久违的喜悦 终于声望 闺女 父王来了 吩婆笑着推开门报喜 恭喜王爷和喜王爷 喜得小誓子 静王嘴角的笑容一僵 不是郡主 萧玉闻言末 忍住笑出声 哈哈 还真是个儿子 吻婆笑意盈盈地道 王爷 奴婢看得清楚 就是小誓子 静王扭头望向身后 就看见萧玉 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她瞪了一眼 萧玉 你给本王闭嘴 她怎么就生了这磨一个玩意 萧玉忍着笑 忍得很辛苦 静王不幸 嘴角盼了这磨酒的闺女 就这磨没了 她大步走进去 里面有具收拾妥当 王妃正躺在床上 钢筋利过生产的她 面色很苍白 也很虚弱 王妃 静王走过来 先看看媳妇 静王妃叹了一口气 留下不争气的泪水 王爷 是个儿子 女儿没了 静王闻言心里 好像塌了一块 说好的闺女 怎么就没了呢 可是再难过 也得先安抚媳妇 王妃 别灰心 咱们拼三胎 总能拼到儿子的 王妃白了一眼静王 要生你生 老娘是不生了 静王又忙着安抚道 王妃 不生就不生 这事都怪萧玉 说是儿子 结果生了个儿子 静王妃闻言气得不行 等我出了月子 再收拾她 静王又喜得一子 三日后 大摆宴席 不是为了迎接新生命 而是要把分子钱给收回来 姜又宁自然是跟着谢景去的 宴席那日 阳光充足 唯一的就是喜气不足 姜又宁 不管喜气足不足 重要的是 她有喜宴吃了 姜又宁与谢景坐在一桌 那桌还有皇帝与皇后 萧玉夫妻俩 韭菜像流水燕一样伤得很快 姜又宁吃得也很快 谢景夹着酱肘子 放进她碗里 萧云看线着一幕 视线落在姜又宁身上 有些日子不见 她好像瘦了一些 谢爱卿 你夫人最近 萧云说到这里顿了顿 又改了口 谢爱卿 你夫人还是和以前一样能吃 谢景低头看了一眼姜又宁 眼底闪过一抹温柔 嗯 她一直这样 不过 这样很好 姜又宁夹着酱肘子 送进嘴里咬了一口 还没等她吃进去 就反胃想吐 她呕了两声默吐出来 想继续吃 只是还没等她咬上一口 又一阵反胃 哦 第238章 这是有了 谢景听见声音 侧头看过来 看见她吐了 盲韬出方 啪地过去 阿宁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突然吐了 萧云看着 姜又宁 突然呕吐 不由地握紧手里的筷子 她并未开口 只是担忧地看着她 姜又宁 呕了两声 还是没有出来 端起面前的果汁 喝了一口 这才望向谢景 我没事 可能胃不对 谢景有些不放心 我找大夫过来 给你瞧瞧 姜又宁摇摇头 我没事 不用担心 现在可是吃喜宴 怎么能半路走了呢 她说完 望向碗里的酱肘子 是一口也吃不下了 只好吃些别的菜 喜宴是王府里的厨子做的 大部分菜 都是姜又宁教过的 都很合她的口味 其中就有酸菜鱼 刚刚端上来 还冒着热气 姜又宁远远的 就闻到了酸菜鱼的香味 刚一上桌 她就迫不及待地夹了 酸菜地到嘴边吹了吹 然后送进嘴里吃起来 没有恶心的感觉 反而很下饭 她是就着米饭一起吃的 米饭是刚刚谢景让人呈上来的 谢景见她这回 吃大好好的 没有再恶心呕吐的症状 这才放下心来 刚才是真的吓到她了 萧云陷了 也放下心来 端起面前的酒杯 递到嘴边抿了一口 萧云瞧着姜又宁着症状 有些不对劲 她记得阿庆 也有过吃东西呕吐的症状 不过是在怀孕的时候 她忽然睁大眼睛 宁儿该不会 是有了吧 萧云想到 姜又宁可能是有了 当亲家的希望 也大了不少 宁儿 还是让大夫瞧瞧吧 瞧了才放心 姜又宁白了一眼萧云 这抹喜庆的日子 看什么大夫 再说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萧云依旧很认真地道 宁儿 不让大夫瞧瞧 怎么知道 万一有了事吧 姜又宁的心思 都在吃的上面 没注意到 萧云最后一句 她含糊其词地回了一句 等我吃完 就请大夫瞧瞧 萧云闻言笑了 希望是有了 这样亲家有望宁 楚庆低头着吃酸菜鱼 忽然抬起头 看了一眼萧云 又看了一眼姜又宁 像是想到什么 怪不得萧云一直让姜又宁老大夫 是怀疑姜又宁有了 谢锦衣就忙着给姜又宁加菜 不过 她夹肉放进她碗里 她都不吃 连她最爱的红烧肉也不吃了 谢锦衣言底闪过疑惑 怎么不吃肉了 不过姜又宁不吃 她也不再夹肉 姜又宁是想吃的 可是一闻到那肉味 就有点恶心想吐 干脆不吃了 继续吃酸菜鱼 一大汤碗的酸菜鱼 几乎都是被姜又宁与楚庆吃完的 等吃完喜宴 姜又宁颇有些遗憾 因为今天好多菜 她多么吃 有点可惜 临走前 姜又宁还听到萧云嘱咐她 宁儿记得让大夫瞧瞧 知道知道了 姜又宁敷衍地回了一句 萧云一脸期待着看着 姜又宁离开的背影 现在她有些犹豫 自己生女儿 还是生儿子吧 让姜又宁生女儿 再让儿子把她娶回来 楚庆看着萧云 那一脸坏笑的样子 就猜到她心里 在打如意算盘 相处这些日子 她太了解她 你在打什么算盘呢 萧云垂眸看着楚庆 像是有些疑惑 媳妇怎么知道我在打算盘 楚庆笑着道 你去照镜子 瞧瞧你那双桃花眼就知道了 充满了算计 萧云真的差点去拿镜子照照 她的桃花眼是否真的出卖了她 不过很快 她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若是真的这魔容易出卖自己 那她这些年都白混了 早就不知道被多少人追杀了 楚庆看出来 完全是因为他们是夫妻 萧云搂着媳妇笑着道 媳妇 你想生儿子还是女儿 楚庆道 你不是想生女儿吗 难道想法又变了 萧云拿着折扇正要打开 发现又被媳妇给看穿了 她桃花眼一弯 媳妇 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先生儿子 让妮儿生女儿 到时咱们要儿子把她女儿娶回来 我们拼女儿 你觉得怎么样 楚庆文言这才知道 她心里是在打这个算盘 算盘珠子都蹦到她脸上了 生儿生女你能说得准 母妃父王一直想生女儿 你看看 还不是生了儿子 萧云觉得媳妇说得有道理 她抿着纯肚子媳妇的肚子看 忽然想到一个办法 媳妇 你生个龙凤胎吧 什么都有的 也不怕您儿生的是什么 楚七怪忍不住翻白眼 儿女都不准 还想龙凤胎 滚 楚庆说完 扶着腰走了 萧云嘴角擒着笑追上去 江又宁回到将军府 就把萧云嘱咐的事给忘了 她现在好好的 哪里想得起来去看大夫 谢景因为军营里有急事 把江又宁送回将军府后 就赶去军营 江又宁闲着无事拿着菜刀去了后院 那里种了一些菜 她打算挖几颗大包菜和萝卜制作泡菜 春桃县姑娘拿了菜刀去了后院 她忙追上去 等到了后院 就看县姑娘拿着菜刀 利落地砍开了几颗包菜 姑娘 你看这摩托包菜做什么 江又宁头也不抬地道 我打算做泡菜 很下饭的 你把剩下的也砍了 我腌制咸菜 春桃文言转身又拿了一把菜刀过来 和江又宁一起砍包菜 忍不住好奇地问 姑娘 泡菜是什么 江又宁到 到时你就知道了 你也跟着学 以后啊 这模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春桃盲硬道 莫问题 制作泡菜其实很容易 江又宁教春桃一遍 他就学会了 腌制咸菜春桃早就会了 泡菜弄好后 他就去腌制咸菜 江又宁批见一旁的兔子 已经养得很肥很肥 不过他没吃他的想法 因为那是谢锦抓给他的 谢锦会让人时不时去打野味 给他烤着吃 自然也就顾不上这只兔子 不过 这兔子一直是元宝喂养的 自从元宝走后 兔子好像得了相思病一样 好几日 食欲都不怎么好 近日 兔子才有所好转 在将军府闲了几日 江又宁打算去碎碎如意瞧 有些日子末去了 不过掌柜会把每个月的账本整理好 拿给他过目 不过 元宝挑的人都不错 办事能力都不差 野儿昂他省了不少心 碎碎如意内 鸡尾官家小姐结伴来挑选荣花簪子 掌柜 我就要买这只簪子 掌柜笑意盈盈地走过来 看着刘夫人指着那簪子瞧了两眼 道 刘夫人 这簪子是样品不卖的 您想要啊 对等等 大概十天就可以了 杜惠兰有些不满地道 样品怎么就不能卖了 你把样品卖给我 再重新做一个 放在那里不就行了 掌柜依旧保持着孝道 刘夫人 样品不能卖 是老板的决定 这款样式复杂 想要只能等工期 要不刘夫人再选别的款式 杜惠兰本就带着怒气出门 这回看中一只簪子 还要等工期 她现在就想要 我再加一些银子 你把它卖给我 她就不信 有银子不挣 掌柜笑着道 刘夫人 这不是银子的问题 若都像刘夫人这般 那其他顾客 都要买样品 那还得了 刘夫人若真喜欢 就等上机日 到时 我准备一些小礼物 当赠品如何 杜惠兰这回脾气 也上来了 许事在弗里亚一久了 借着这件事发做出来 我把放在这里 我今日就要买这只簪子 你也知道我的身份 今日不能让我满意 我让你们碎碎如意 关门大吉 姜佑宁 今日是挑着好天气出门的 只是没想到 刚踏进店里 就听见这句豪言壮语 听出声音还有耳熟 她走进了一桥 发现是许久不见的杜惠兰 说起来 她去找谢景后 就没再羡慕杜惠兰 知道她改嫁给了刘恒 只是 她发现 这魔九没见 杜惠兰瘦了一大圈 面色也不怎么好看 还不如在将军府那时候 江又宁笑着走过去 刘夫人好大的口气 动不动就关门大吉 不过碎碎如意 你爹来了也没用 杜惠兰回头就看见江又宁 心里那骨子怨气又冒出来 她恨江又宁恨得牙痒痒 她明明知道将军莫死 还不告诉她 让她以为将军死了 才动了嫁给别人的想法 若不是江又宁 她又怎么会嫁给刘恒 日日受她折磨 还要忍着不能说 受了那么多委屈 还要生生忍着 就是怕别人知道 她改嫁刘恒过得不好 会被他们嘲笑 若是让江又宁和南绵绵知道了 指不定折地笑话她 没想到将军夫人也是爱管闲事的 这与你何干 真当自己是将军夫人 就可以为别人撑腰了 我为石魔要为别人撑腰 我一向都是别人为我撑腰 江又宁看着杜惠兰面前的簪子 是她新设计的簪子 制作有些复杂 所以只有样品 而且样式复杂 做了存货 积压眼不好 杜惠兰冷笑一声 你不就仗着将军给你撑腰吗 弱什么样将军 你什么都不是 第二百三十九章 敢砸我的店 身份就能压死你 江又宁听着杜惠兰嘲讽的话 她笑诛妄向杜惠兰 今日看在你是顾客的份上 我应该大度一点不与你计较 不过 我还是要告诉你 霍城口出 你好自为之吧 夫人 你真在这里啊 难免勉甩着手帕走过来 刚刚去灵溪院 才得知江又宁来了 碎碎如意 她就马不停蹄赶过来 顺便买几个绒花簪子 刚走过来 就看见杜惠兰也在 瞧着瘦得跟猴一样的杜惠兰 她 哎呦一声 这不是刘夫人吗 才多久不见 就变得如此苗条 跟猴似的 她俯伤自己的脸蛋 叹息一声 我今日过得太好了 脸都红润了不熟 不过呀 我夫君说了 我这样最好 太瘦了 就像抱着竹竿 一点也不好 江又宁文言末 忍住笑出来 真的是什么话都说 瘦得跟猴一样 她望向杜惠兰 还别说 是有点像 杜惠兰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就想起刘恒说她身材像干柴一样 看着就倒胃口 她也不知道最近怎么回事 就是一个禁兽 她吃了补品 就是不见笑 现在被南绵绵说出来 气得不行 上次绑架 怎么就莫能把她给毁了 也就不会有她今天来笑话她时候 她哼了一声 嫁给一个护卫 还有脸说 没见过你这摩不要脸的人 南绵绵就知道杜惠兰会拿这件事返利阿福去的说 我是嫁给了护卫 怎么了 你及时吗 我过得高兴就行 你不服气 也让你家刘恒对你摆一摆顺啊 你能做到吗 杜惠兰咬了咬牙 谁说做不到 我夫君待我不知道有多好 不像你 只能下架 南绵绵闻言像是听到什么笑话一样 哈哈 笑出声 那你让你家刘恒现在就过来 我想瞧瞧你家刘恒有多摆一摆顺 南绵绵从小到消息得知 刘恒带杜惠兰好像不怎么好 府里小妾成群 她想渐渐传言是不是真的 我夫君每日忙碌 哪里有空闲过来 杜惠兰望向面前那只簪子刀 我双倍价钱买下来 怎么样 双倍价钱 只要不是傻子丢知道卖了 掌柜看了一眼江又宁 佩笑柱道 刘夫人 样品不卖 无论多少钱 杜惠兰今日末一件事是顺的 玉县南绵绵被嘲笑就算了 一只簪子也买不到 顿时就怒了 我看掌柜是不想做生意了 秀和 找人把店砸了 江又宁看杜惠兰就是来找事的 还想砸他的店 好大的口气 我看今日谁敢砸 杜惠兰望向江又宁 冷笑一声 你不是说不管闲事吗 怎么 要为他们撑腰 掌柜笑着道 刘夫人 他就是我老板 江又宁看了一眼掌柜 别人都想砸店了 你还笑得出来 不过想想 这好像是他当初规定的 要一直带着职业的微笑 一直微笑 给顾客最好的购物体验 杜惠兰望向江又宁 这店是你的 这怎么可能 江又宁道 你让人砸试试 不敢让人砸 我今日就把你送进大牢 杜惠兰咬着唇 你是将军夫人 还没那个本事 把我送进大牢 我爷爷是大将军 我爹是中武将军 我夫家是阎官 谁敢把我送进大牢 蓝眠眠也惊讶 这家店是江又宁的 他在这家店 买了不少荣花簪子 想到这家店 起初还是摆摊来着 他悬带着荣花 在江又宁面前炫耀 他望向杜惠兰 好意提醒 江又宁还是陈一国公主哦 杜惠兰文言谋色顿了顿 望向江又宁时 随即笑出声 她是陈一国公主 谁信 江又宁淡淡地道 不用你信 皇上信就行了 再告诉你一件事 这家铺子 是皇上送给我的新婚贺礼 你说把它砸了 会有什么后果 杜惠兰文言震惊在当场 这家铺子是皇帝送给江又宁的 他凭什么能让皇帝亲自送给他贺礼 难眠眠惊讶地道 怪不得当初这家店开得好好的 突然就铺子卖了 原来是皇上买下来的 夫人 你好厉害 江又宁笑了笑 这都是沾了皇上的光 不然哪有这能耐 怕是连皇上的面都见不着 杜惠兰哪里知道这些 不过是来买簪子 让自己开心一下 没想到胸口更堵了 杜惠兰带着一枪怒火 离开了碎碎如意 难眠眠觉得江又宁很厉害 这件绒花簪子铺 居然也是他开的 夫人 那你岂不是会做绒花簪子 江又宁点点头 会一些 还叫会一些 难眠眠看着展示柜里的绒花簪子 个个貌美精致 我当初 就在想制作这些绒花簪子的簪娘手的有多巧 江又宁看着她一脸崇拜的样子 笑了笑 等学会了 你就知道 这些不难 江又宁扭头望向掌柜 近日生意如何 掌柜道 夫人 生意一直悬算平稳 不过已经有很多家 仿着碎碎如意在绒花簪子 有家连店名都是 咱家很像 叫碎碎如青 江又宁并不惊讶 现代类似的事件可不少 阻止他们仿是不现实的 不过以古代人的智慧 把绒花簪子仿出来 再加精 都是时间问题 江又宁可莫忘 荣花簪子本就是古人制作出来的 江又宁让南绵绵挑两款荣花簪子 送给她的 南绵绵很高兴 选了两款自己喜欢的 其中就有一款是杜慧兰选中的那款 杜慧兰回到府里 心里有气 只能憋着 怕让人瞧着出来 夫人 你回来了 杜慧兰回自己的院子时 看见迎面走来的苗小琴 是刘恒最上个月那的小妾 明明就没有她漂亮 刘恒却很喜欢她 有事吗 苗小琴笑着道 夫人 我近日有些不舒服 每日请安就免了吧 杜慧兰冷笑一声 一个小妾就因为一点不说服 就要取消成婚定生 没把她当夫人 也没把自己当妾 这是府里的规矩 不能破 苗小琴叹了一口气 她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可我已经有了老爷的骨肉 万一有什么意外可怎么好 杜慧兰闻言望向她的肚子 穿着衣服也瞧不出来什么 才进刘家多久就有了 她嫁进来这磨酒一点动静都没有 还想着有了还在 刘恒对她的态度就会有所改变 没想到她默怀上 一个小妾怀上了 这让她怎么厌的下这口气 谁知道这孩子是不是老爷的 让大夫过来瞧瞧就知道了 杜慧兰吩咐道 去把大夫请过来 是 裁月领命去请大夫 苗小琴却一副我什么都不怕的样子 看杜慧兰 杜慧兰一看她那副得意的嘴脸 就十分厌恶 采月领着大夫来过后 就给苗小琴诊脉 苗小琴得意地看着杜慧兰 一只手还不停地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杜慧兰淡淡地喝着茶 大夫诊完脉后 倒 苗夫人并未遇洗 只是越是推迟了 苗小琴脸上得意的笑容 立马消失了 这不可能 我明明就是遇洗了 你在说谎 杜慧兰朝他们使了十眼色 采月立马心领神会 上前抓住苗小琴 苗小琴挣扎时 不慎摔倒在地 顿时又血流出来 苗小琴陷了下得脸色发白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杜慧兰发现见了红 就说明孩子掉了 她站起身 像是受了惊一般 这是怎么回事 采月解释道 夫人 是她自己挣扎摔倒在地上的 与奴婢无关 苗小琴看着杜慧兰与采月 像是明白过来 你们是故意的 害死了我的孩子 杜慧兰把这件事推脱得一前二斤 悬愣着做什么 把她送回去 让大夫好好置置 采月与摸把苗小琴送回去 夜里 杜慧兰坐在镜子前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依旧很瘦 今晚特意吃了鸡汤 怎么就不长肉 就在这时 门被用力推开 杜慧兰闻声望去 就看现刘恒怒气冲冲地走进来 不等她做出反应 就被狠狠扇了一巴掌 这一巴掌太狠 杜慧兰从椅子上摔下来 半张脸变得红肿起来 杜慧兰 你钱的好事 居然敢谋害我孩子 杜慧兰捂着红肿的脸 脑袋里嗡嗡作响 她忍着疼道 不是我害的 是她自己摔倒的 不是我弄的 刘恒抓起杜慧兰的手臂 拖着她来到床前 直接扔到床上 她随后爬上来 掐着她的脖子 狠狠地道 你就是一个蛇蝎心肠 今晚我不弄死你 我就不信刘 杜慧兰真的是怕急这样的刘恒 她拼命解释道 刘恒 真的不是我 是她自己不注意 和我无关 话未说完 就被狠狠扇了一巴掌 你给老子闭嘴 你不就是嫉妒她 有了身孕吗 来 老子也让你怀孕 让你如愿以偿 杜慧兰被这一巴掌扇得 头昏脑胀 脸正扎得力气的没有 也不知道折磨了多久 杜慧兰直接昏死过去 即便如此 刘恒也末打算放过她 直到发泄所有的愤怒 才穿起衣服 头也不会低离开 姜又宁近日都不敢吃太过油腻的食物 一吃就会有反胃的情况 第240章 傻媳妇 春桃知道姑娘胃口不好 做饭时 也不做太油腻的 例如红烧肉 粉蒸肉 水晶肘子类的 都不会出现在餐桌上 姜又宁用过早饭 坐在那里打瞌睡 手里还拿着一块茶果子 谢景今日并未去军营 出去一会便回来 静止来到灵溪院 刚踏进来就看见这一幕 她大步走过去 在姜又宁身边坐下来 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摇了摇 阿宁 醒醒 姜又宁睡得迷迷糊糊的 好看的性眼半眯着一条缝 看见谢景时才缓缓睁开眼睛 她揉了揉眼睛 发现手里的茶果子 几乎想也没想就 送进嘴里咬了一口 你回来了 谢景瞧见这一幕 被逗笑了 醒来第一件事 还不忘吃手里的茶果子 我今日默去军营 你怎么坐在这里睡着了 我昨晚可默碰你 不是她不想碰 是她回来后 发现她睡着了 她难得默 趁着她睡住的时候 把她清醒了 可能是春天比较容易犯困 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江又宁说着又咬了一口茶果子来醒神 谢景知道春天容易犯困 可她一天睡那魔长时间还不够 起来 我牵你去外面走走 江又宁正困得厉害 出去走走也能醒醒神 便同意了 灵溪院内 鸟语花香 江又宁一手牵着谢景 一手拿着茶果子 是她出来时 顺手拿的 谢景看着院子里的花开住不错 以前 她拿有这空闲去看花 江又宁走了一会 忽然想起自己泡的泡菜 她停下脚步望向谢景 我的泡菜可以吃了 谢景疑惑地看着她 泡菜 对啊 江又宁拉住谢景去厨房 小厨房是扩建过的 旁边见了地窖 江又宁带住谢景走进屋里 扩建自己泡的泡菜 她迫不及待地打开其中一个坛子 取出一双筷子洗干净后 加了一大块泡菜放进碗里 谢景看着包菜 上面还有红色辣椒片 闻住味又酸又辣 江又宁看着自己泡的泡菜 加了一块送进嘴里吃了一口 清脆爽口 味道不错 她吃完后 又加了一块地到谢景的嘴边 夫君 你也尝尝 味道不错的 谢景捶眸看着嘴边的泡菜 阿宁说味道不错 那肯定就是不错的 她想也没想就张嘴吃进嘴里 发现味道不错 比想象中的要辣 味道也比想象中的好吃 江又宁一脸期待地看着她 味道如何 谢景道 很好吃 江又宁闻言笑了 最近胃口不怎么好 有了她 不怕了 午膳时 春桃把饭菜一一端上桌 以及一碟泡菜 谢景扫了一眼桌上的饭菜 发现最近的荤菜 是越来越少了 一向无肉不欢的阿宁 现在都不吃红烧肉了 还有四喜丸子 也有些日子不见上桌 阿宁 你最近怎么都不怎么吃肉了 江又宁夹着泡菜送进嘴里 我胃口不怎么好 所以 这几天吃得清淡一些 谢景闻言有些担忧 怎么会胃口不好 我让大夫来给你瞧瞧 江又宁吃着泡菜 摇摇头 不用了 可能我是最近受凉了 不碍事的 谢景还是有些不放心 温县瑜最近会回来 到时让他给你瞧瞧 江又宁文言也莫拒绝 好 谢景妄想泡菜 也加了一些 送进嘴里吃起来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 妄想江又宁道 阿宁 这包菜大面击中 直在制作泡菜 不也可以 当然可以 江又宁吃着泡菜 现在不都是大面积种植 然后制作泡菜在售卖吗 谢景继续道 军营里有食饭菜不合口味 有这泡菜就不用担心了 江又宁文言眼前闪过金闪闪的元宝 她若是把种植和制作的工程接下来 岂不是能挣不少银子 再说 扩大规模种植 还可以解决一些农民的收入 江又宁立马把这件事和谢景说了 谢景听了觉得可行 用完午饭 我进宫与皇上商量商量 江又宁用力点点头 嗯 用过午膳 谢景便进宫 她带了泡菜的样品 御书房内 萧云端坐在龙岸前 抬起头望向谢景 谢爱卿是有什么事吗 谢景把今日午膳与江又宁上来的事 与萧云说了一遍 她还把泡菜样品放在龙岸上 皇上常常常看 萧云看着汤丸里的泡菜 忍着笑 拿起筷子夹了一点 送进嘴里吃起来 发现味道不错 又夹了一些送进嘴里 得确很开胃 萧云听了过后 细想一遍 觉得可行 这想法不错 不过大面积重值 可不是一件小事 你夫人可以吗 谢景道 我相信阿宁可以做到 萧云笑了笑 那就交给你夫人去做 待会我让人去拨款 谢景低眉汗手 是 谢景从宫里回来 又看现江又宁躺在踏上睡着了 她想到在皇上面前夸下海口 心想媳妇笑着这摩爱睡觉 能做到吗 江又宁是被谢景给清醒的 谁能想到青天白日的 谢景就把视不住了 别清了 让我再睡一回 江又宁感觉还没睡够 还想睡 谢景把人搂进怀里 不顾她的小声嘟囔 越亲越来劲 就这摩几下 江又宁彻底醒了 谢景见她醒了 贴着她耳边问 你一天除了吃就是睡 重泡菜的事 你能接下来吗 这不是质疑媳妇的能力 而是提早有个准备 这个时候退掉还是可以的 末世 我不行 还不是由我大哥吗 我大哥是做生意的行家 这对他来说 就是小孩子过家家 江又宁道 谢景听到过加加三个字 莫名感觉有点不靠谱 不过江七白能力还是不错的 交给她也不错 谢景与江又宁亲了一回 就被推开了 别亲了 再亲孩子就出来了 谢景闻言下意识地望向她的肚子 眼里满是期待 有孩子了 江又宁瞧着满脸期待 就差满眼父爱的眼神的谢景 她没忍住笑出声 哈哈 我逗你玩的 谢景闻言刚有些喜悦的眼神立马没了 就像被泼了冷水一般 我还以为有孩子了 江又宁上去挽住她的手臂 宽慰道 夫君 咱们的宝贝已经找我们了 只要我们走吧好了 他们就来了 谢景瞧着她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不过 也可以这么理解 我去找我大哥 江又宁刚要下榻 就被谢景给捞回去 找你大哥做什么 把泡菜的事和他说一声 让他接手去干 谢景 你还没试试 就交给你大哥 江又宁嘿嘿一笑 我这叫有指望 既然有指望 魏石魔不交给大哥去办呢 谢景 江又宁去找江七白时 江七白刚从外地回来没多久 看见妹妹来了 她笑住道 妹妹 你最近还好吗 江又宁可没把离家出走的事 与江七白说 她在江七白身边坐下来 拿起一块桃苏咬了一口 我这次来找大哥 是有事要与大哥说的 江七白提起茶壶 倒了一盏茶 放在他面前 什么事 江又宁把泡菜的事 与江七白说了一遍 大面积种植需要太多精力脑力 我觉得比较适合大哥 江七白笑着道 原来是找事给大哥做 不过 承包田地 也是一项大工程 江又宁笑嘻嘻地道 所以说这件事适合大哥来做 大哥可是经商天才 这点是难不倒的大哥 江七白只是淡淡地笑 我可不会种地 不会种墨关系 我会啊 我到时会把方法整理出来 再说 到时请的工人都是农民 他们也是种地的也懂的 很容易会 到时泡菜也由他们来加工就可以 江七白见妹妹 把这些都想明白过后 就知道妹妹不是说着玩的 妹妹是什么性子的人 她比谁都清楚 这磨大的工程 她肯定懒得去弄 那就交给 我去准备 解决这件事 江又宁轻松了不少 大哥 你要尝尝泡菜吗 很下饭的 嗯 是想尝尝 江七白吃过泡菜 不过不是妹妹制作的 味道还是可以的 江又宁回去后 就送来了一大罐泡菜 她打开罐子盖 大哥 你尝尝 江七白起身 拿来一双筷子 伸进罐头里面 夹了一些泡菜 送进嘴里吃起来 酸辣爽口 感觉比那次吃的还要好吃 怪不得谢景想大量供应军营 当下饭菜的却不错 晚膳时 薛姨过来与江七白一起吃饭 看见桌上的泡菜 她疑惑地望向江七白 这是什么 江七白道 是泡菜 你尝尝看 薛姨看着那碟白菜 拿起筷子夹起来 送进嘴里尝尝 觉得口感不错 挺好吃的 你哪来的 我妹妹送来的 准备打量种植后 供应军营 江七白淡淡地说着 夹着泡菜 就着米饭吃进嘴里 吃惯了山珍海味 再吃泡菜 那感觉也像是 吃到了人间美味 薛姨文言觉得这想法不错 你妹妹很厉害 连这个都想到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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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